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習作 今天是2022年3月27日,星期日 拍片的時間是第一晚上八點半鐘 今天剛剛跑完十場的沙田日賽 自然是賽馬結果的時間和大家分享一些即時的賽後話題 說剛剛的語氣好像怪怪的不是那麼自然 因為跑完兩個多鐘了 平時賽馬結果沒有那麼遲 因為從這個賽事日開始 小弟要做右邊展示出來的東西 做中馬APP 裡面有一個聊天室,是職場互動的 我平時也要在自己的會員群組裡 要給料、互動 所以工作量是大了很多 變成平時出賽馬結果 不要以為我這麼快出到就很容易 但其實也要經過預備、篩選一些題材 而且也要想想怎麼說 大家看來好像吹十分鐘,亂說而已 但也要預備的,對吧? 變成體力不太應付到 選擇吃點東西,休息一會 才慢慢去做 希望萬工出細貨會好一點 如果想早點看影片的話就說聲不好意思 希望下次可以早點 今次講三件事 講戴圖里,講周俊羅 也講美場線路之聲的小小問題 開始之前也簡單提一提大家 可以訂閱小弟的頻道 以及第二頻道 這是閃馬田的影片 首先來一則廣告 就是我們最喜歡的355tips.com的廣告 再次感謝他們贊助小弟的影片 這個除了足球資訊網之外 更是提供足球提示服務的 這個叫Best Tips的AI人工智能預測 是利用大數據結合AI自我學習方法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對賽網 即數據變化、戰術、運用基本實力 最新情報等等因素結合 再推算出預測結果 七天之內 他們可以預測40-60場賽事 準確度可以達到八成 優惠依然是繼續 訂閱Best Tips的頭七天 只需要20元美金而已 假如大家有賭開波 或者需要這方面的資訊的話 不妨在網站上參考一下 好,就說回這次的賽事 為甚麼講大圖理呢? 相信大家也不會太慘亡 昨晚大圖理起過媽媽 而且那兩場賽事是杜拜 其實是最重要的兩場 杜拜草地大賽 以及杜拜世界杯 司馬經典賽也是重要的 但其實如果講草地的重要性 杜拜草地大賽千八 以及司馬經典賽是地位均等的 杜拜世界杯是最高那一場 最重要那一場 他立了兩場 賽友當然會接受訪問 我昨晚自己跟朋友說 在會員說 大圖理四十多歲 還是世界第一 原來大圖理不是四十多 是五十多的 他是七零年出生的 現在是二二年 因為他七零年應該是年尾的 現在就是五十一 接近五十二 五十多歲 我認為大圖理就算超過年齡五十 去到筆劃之年 依然是世界第一高手 他的騎工 大家昨晚看到 出神入化 只要有好的馬在手就可以了 昨晚贏的兩隻馬 他特別是世界杯那場 他接受訪問 接受英國傳媒 Racing Post 的訪問 說到 本來他跑回那隻馬的時候 在說那隻叫做一出成名 其實本來一出閘就很順利 大家也看到的 守住二三位很漂亮 內南暴絕 但是那隻暢快活越放越快 他就開始拿不到那隻馬 但是在這個時候 他就決定把這隻馬 移向右邊 就是出右腳 入直路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特別推旁邊 那隻馬出去就跑的 原來這隻馬 推出去不吃沙 就越衝越厲害 就贏了 真的是大圖理 這些神級發揮才能做到 所以其實泥地 大家不要介意 有時候那些馬在裡面吃沙 看起來好像是沒有的 但是騎著騎著 越騎著越有 譬如說你拉他出大外島不吃沙 他就會越衝越境 沙地、泥地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所以不要讓泥地在內蘭吃沙 大敗的賽職就嚇到了 而他自己特別提到的 就說因為這次他是第四次贏杜敗世界杯 所以就評了這個比利 美國直騎士比利紀錄 他感到非常榮幸 因為比利 也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而這個我加下去 但是這次贏世界杯 其實還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因為之前他現在贏了第四次 之前那三次贏杜敗世界杯 也是贏了高多芬的馬 就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那些杜敗千禧、月光曲等 這次就是第一次他騎一些非柔皇的馬 不是騎埃麥頓的馬 就贏了世界杯 是幫大列馬斯 美國著名的列馬斯巴庫特贏馬 巴庫特他自己說和巴庫特早有淵源 在說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就是他二十多歲的時候 去過加州客串 那時候就認識巴庫特了 但是那時候他還沒幫過巴庫特跑馬 原來這次他是第一次幫巴庫特跑馬 還有一件事 就是大家很鄙視某些前列騎士做的事情 他主動打電話去找巴庫特索騎 他說他當感覺到 他知道一出成名是沒有人騎的時候 他就已經打電話給巴庫特 當然巴庫特當然是OK的 大徒你肯騎我的馬 於是就一拍即合 速成這次的勝利 所以原來不論怎樣是世界第一 神級騎工的騎士 都會跑去塑騎的 包括這個大徒你也不例外 就是以大徒你找這麼多年都找夠 為什麼還要捏爛臉 再拿馬騎呢? 其實不是 一個有憎紅、憎性心的騎士 就是任何有取勝機會 只要他聞到馬有機會贏 他就會拿來騎 因為任何騎士都有那個英雄感 就想贏 大徒你這也是很明顯的例子 如果我覺得 譬如說杜拜世界杯那場固然精彩 我覺得他贏到杜拜草地大賽平頭會演那場更加精彩 因為說他騎得厲害 那隻諾斯昏著 是在三隻馬拍照裡面 他是最吃虧的 因為他是在兩隻馬中間被隔擊的 裡面有一隻就是放頭 放順了 頂住你的後勁 外面還有一隻就是 沒有跟你鬥整條直路的 突然間在外擋一支 箭手榴都被擒著你 那諾斯昏著的形勢 其實在三隻馬裡面是最劣勢的 但是你也頂到一個平頭圈 那兩隻是日本馬來的 這次日本也來勢洶洶 諾斯昏著 你說是不是很高呢 其實也不是真的很高 他是一里那些馬來的 高到千八 兩場都精彩 我覺得杜拜草地大賽的一場更加精彩 然後第二個話題 就說回周俊樂 之前有很多風風雨雨 一說他跟偉達拆火 有很多人在嘩然 討論 其實大家知道 其實沼帝在我之前的影片也說過 他們之所以所謂的分手 就不需要鬧到這麼大話 他們反面那些 而是說 就算怎樣兩師徒也好 合作總有停的一天 年輕人大了也要出去闖一下 偉達也要照顧一下同鄉 有希威森和霍宏要照顧 周俊樂既然你有能力 出去玩一下 而周俊樂這次起碼 也可以說 我覺得特別以嚴止說 他是能夠脫離偉達之後 拿到好成績 而是兩隻都能夠擺前走的馬 因為近期 大家救病周俊樂的騎工 都是說他 為什麼馬經常都是留後 明明可以快的 你抓住 這次不是 他的馬可以順走 我想真的要給周俊樂一些機會 大家給一些空間 不要這麼多的輿論壓力批評他 讓他可以成長 因為他現在只有21歲 其實真的很年輕 不要這麼快判定 華直騎士一變大師傅 立即騎工低落 立即表現差 畢業等於失業 不要這麼快說他 他真的很年輕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可以讓他進步 他的潛力是無限大的 希望大家給他一些空間 而他今天因為有馬贏 也有機會接受記者訪問 也有提到他畢業之後 現在有情況 就是說畢業後 拿馬騎是艱難過以前 因為你的減榜是少了 一來就是說 你本身的競爭力低了 因為你減榜少了 二來就是說 你減榜少了 你的吸引力是低了 變成沒有那麼容易有那麼好的座騎 他主動找你 以前他說他減5磅 減7磅 減10磅 就是這座騎去找他 這座騎的 這座騎是預訂到頭不壓裂的 現在怎麼會呢 你只有那3磅 減不會的 所以他自己去爭取這座騎 加上和韋達分手 就更加要努力找馬 他說之前跑過8隻馬 都接近取勝邊緣 但是差一點 今天終於能夠贏馬 也感到開心 所以希望大家給他一點空間 也是剛才的說法 至於美場 線路之聲也等到賽後報告 遲出賽馬的好處 就是賽後報告也要講一點點 線路之聲是美場的大萬閘 有沒有退票呢 結果言訊也沒有什麼 不會說要按 美場的enquiry 也沒有 其實原來是馬自己後足樹 失地甚多的 就要試袖合格再次出賽 線路之聲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其實他也博得很多 而且經常都是博書 所以用的體力付出了很多 馬可能是有些厭戰 這些也可能是身體預言 希望這隻馬 休息之後復出會有更好的表現 最後謝謝大家收看今期的小馬 團賽馬雜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也希望大家可以加入種馬的聊天室 加入會員和小弟對話 拜拜